但是这次的楼子毕竟通大了 在场那么多的记者 东条应急的话早就传遍了全世界 塔斯社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 还加上了这么一句 可以认为是发现了 能够对日本天皇进行公诉的有利证据 激南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补救 当时首席检察官激南他就派了 内大臣沐湖信一的儿子和田中荣吉 去做东条应急的思想工作 而且云诺说 让东条的家人日子会好过一些 然后一起想办法 把东条应急上次说的话给圆回来 再次开庭时 东条应急居然有面不改色的信口雌黄 这是当时东条与检方的对话 上次我说的只是我的国民感情 并不直接牵涉到具体的责任问题 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无关 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 难道不是御人天皇的意思吗 是我和统帅部其他领导者的不断建议 事实上陛下一直到最后还是非常勉强的 陛下非常爱好和平 满分的回答毫无平 于是拉链就这么拉起来了 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就这样 在麦卡斯的主导下不了了之了 战后啊 日本的政治家的秘书 因为为了保护他的政治家 保护他的主子 而自杀的势力 能举出好几个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返回历史上去说 说东条应急站起来 来为天皇承担责任 越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越是反过来说明什么呢 天皇有战争责任 越是说明日本有这样一批愚中的人 愿意来保护他们的天皇 愿意把战争的责任直接呈到自己的身上 甚至愿意什么呢 不惜去死 1948年12月23日 包括东条应急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 被执行绞刑 这些丧心病狂的战争恶魔 固然死有一辜 但是当他们在接受正义惩罚的同时 也成为了天皇的替死鬼 和天皇制度的牺牲品 1946年11月 代替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日本国宪法颁布 这是一部体现了麦克阿瑟和美国意志的宪法 在这部和平宪法中 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 但明确主权在民 天皇从此不再握有政治军事权等统治国家的权利 而仅仅是作为日本国的象征 虽然是不再掌握实权 但是育人很清楚 如果没有麦克阿瑟的法外开恩 那么号称万事一夕的菊花王朝 恐怕真的要在自己手里终结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日本右翼势力对当年麦克阿瑟制定的政策 似乎越来越不买仗 2013年4月28日 在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 首相安倍晋三突然率领一杆手下 连呼三声天皇万岁 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潜测 在战后日本 政府官员在这一场合 公开呼喊天皇万岁 极为罕见 安倍的疯狂行为 令日本民众感觉 仿佛又回到了战前 更有甚者 安倍晋三妄图修改和平宪法 将天皇的地位 从国家象征升格为国家元首 人们不禁要问 安倍的做法究竟意欲何为 那么他要恢复这种天皇 干预政治的权利 我们知道战前的日本的军国主义 其实他的全称是 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 就是以天皇为顶点的 这样一个制度 那么他在朝着恢复这样一个制度 要进行推进 那很无疑 在政治上不仅仅是对于 战后的这个胜利国家 在日本国内对于战后体制 对于战后宪法 战后法制 也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挑衅